周五 俄罗斯导弹击中基辅北部一栋五层住宅楼 导致一人丧生 四人受伤 周五 乌克兰东部城市敦涅茨克一栋住宅楼被炮弹击中 俄罗斯支持的乌克兰反叛分子控制着敦涅茨克 他们声称至少四人丧生 五人受伤 还宣称使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发射的炮弹 俄罗斯支持顿涅茨克分离为共和国 还以此为借口入侵乌克兰 同一天 乌克兰西部城市利沃夫附近一家飞机维修厂遭导弹袭击 该市市长谴责俄罗斯故意袭击平民 利沃夫靠近波澜边境 远离俄罗斯袭击的东部和南部地区 有媒体认为 俄罗斯此次袭击可能是试图切断乌克兰的武器供应线路 联合国周四表示 俄罗斯入侵以来已经有700多名平民葬生 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在大会上谴责俄罗斯 澳大利亚周五宣布扩大对俄罗斯的制裁 新制裁对象包括俄罗斯财政部、国家财富基金、11家银行以及亿万富翁 同一天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抵达斯洛伐克和北约防长讨论乌克兰危机 另外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四再次感谢美国136亿美元的最新援助 新唐人记者 毕心慈 林明迪 综合报道